因为你在任何地方修修 没有这么快速 那真的就跟大小陈经上所讲的 从正得虚脱环困 就是位不退以后 三个二僧七戒 五两二僧七戒才能达到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在一生很短的时间成就 西方世界他最出胜的就在此地 一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跟这些不处等纠菩萨在一起 所以他这个正得 四徒是同时的 一生一切三不退是同时正得 正得位不退等于同时就正得念不退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 正位不退是小陈许多环 正行不退是大臣菩萨 这灭不退是发生大死 这多难啊 相当不容易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往生就通通都得到 全都得到 末后 末后 奥爷大使 苦口婆心的全面 如是利用 如是就如此 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作用 那千金万恩所未曾有 啊 释迦牟尼佛 讲经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呢 你就查一查 我有一部经上 是这样说过的 啊 进了你就没有受过 受方诸佛世界里也没有这回死去 唯独西方世界特殊 特别 教比动物阵阴 仅为促成戒击 深深不退 时可欺与佛界者 不可同日与也 这一段是拿禅宗做个比较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法门做比较呢 因为在一切法门里面 禅宗是最快速的 禅宗是顿教 顿悟 其他国宗是属于进修 但是禅宗不容易 禅宗顿悟正印的 这将开悟 悟了以后 悟了并不就成佛 禅宗是顿悟正印的 禅宗是 禅宗是明白了 烦恼习气不时 一下就断不了了 那还得慢慢去断了 他断得比别人快一点就瘦了 比别人顺利一点 这是真的 但是他也不能在一生当中就断干净了 那个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他要深深不退 禅宗彻物之后 这个深深不退 不容易 在中国佛教室里面 大车大雾的人 来生退转的 就太多太多了 禅宗里 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叫三生石 不知道有没有曾经收过 这是讲的语言策法词 很了不起 他能知道过去未来 还是免不了 来生的就投胎 这一投胎了 他很难得了 他没有根因着你 他前身的事情 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 还要轮回 来生做人 也是轮回 从老 再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 小孩的身体 继续再修 换一个身体 他也没有机会 跟等救菩萨这一起 也不能远 正三不退 所以 禅宗大福 到第二生 因为他全身一修持 有福又会 所以到第二生 相辅 大富大贵 聪明才智 外泄得非常之多 那么他再死了之后 再一投胎 就越投卷 越迷了 煤矿 越下了 这逐渐 退传了 所以要保持不退 那贪火容易 这就是佛所说的 要三个二生七戒 要五两戒 才能成就 所以 他跟敬宗大夜往生 不可同日欲 也不能为比 宗教之四 如何我说呢 宗 是讲的 禅宗 教是讲的 教乡 佛教在中国 有十个宗派 有十个宗派 这十个宗派里面 小臣两个宗 大臣有八个宗 除禅宗之外 那九个宗派 都叫做教相 所以 设宗门教相 就把整个佛教都包括进 也就是说 许罗佛的同修 无论 你